如果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系统性黄狼疮可能并不会影响患者的寿命 因为现在随着早期诊断方法的增多 系统性黄狼疮治疗水平的提高 系统性黄狼疮的抑后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上个世纪50年代 可能系统性黄狼疮的患者寿命是受到影响的 他们的4年生存率只有50% 也就是说可能一半的人活不过4年 但是现在系统性黄狼疮的10年存活率在90%以上 15年的存活率在80%以上 也就是大部分人可以长期的带病存活 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的系统性黄狼疮患者 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 要积极有效的治疗 他要定期到我们的门诊复诊 在我们的指导下调整用药 不能擅自停药 如果病情得到长期的控制 患者的寿命可能就不会受的影响 可以长期的带病存活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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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